廖院士 上臺跟我們分享 掌聲歡迎廖院士 大家午安 謝先生 我想非常高興有這樣的機會 也覺得非常榮耀 在很多國際廠 水廠的國際廠 寶和兄跟我還有一篇戲文在這裡 廖順位 David 廖 我們三個被稱為三廖 通常台灣話廖 廖廖去 我們不會廖廖去 這個真的 我想在這裡 因為我寫戲文的時候 我就看了他們的最後 很多過期的一些 我在這裡 剛剛李總經理已經談過 不過我在這裡強調一下 這個在這裡 我也老 年紀 廖寶和先生 對廖太太一見鍾情 當下就提出 第一次見面 當下就提出求婚 這個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 我怕 大歡的邱小姐 美娅小姐 慧言是英雄 絲毫未被她的突兀嚇到 沒有被嚇到 廖太太太 就是現在的廖太太 開朗的肉群 他的性格正好 對波羅利奧的保守踏實 庫苦 堪稱 絕配的兩人細手奮鬥 天下哪有不成功的道理 真的 他們這一見鍾情 這真的不簡單 剛剛總經理已經談過了 現在二十一世紀的年輕朋友 也不敢一見鍾情就這樣求婚 他就是這樣 我想 這個 波羅利奧他拿到的獎 所貢獻的這些世紀 非常詳實的在這本書裡面 所以我不一一 不過我在這裡 大家都提到海生館 不過我在這裡我做見證 當我在水事所服務的時候 第一個請廖寶博先生回到台灣來 為台灣效力的就是 豐富水水館 那個時候 真的碰到了困難 活足海生館 真的碰到很多事情 不過 可以說 我們都 都不被擊倒 就是我們一戰的努力 終於把 在台灣 第一個 小而美的選手館 把它串了起來 當時 謝先生 謝太太也到澎湖來了 我們非常高興 到現在 那個水資館 當時到澎湖旅遊的 95%以上 多到澎湖水資館來參觀 後來 我離開了 我不曉得是不是我離開了 變成政府 整個改了 變成外包 結果呢 希望整個水資館的效能 發揮不起來 現在 氣的人聽說也很少 非常可惜 不過我想 總有一天 希望能夠 有重建太陽的一天 希望有這麼一天來臨 不過我想 我在這裡想要講的 就是說 這個 波羅廖 他的家族 非常成功 在這裡 他的大女兒 還有女婿也都在這裡 請站起來 給他們 大家講 他有這樣的 這個 不僅是給蔣協金 他自己的教育 女兒 這個 兒子 他們 對家人的奉勢 我想 我在這裡 層次的 表示敬意 兩位 非常的努力 不過他們還很年輕 不應該 完全退 我想 退而不休 我們三廖 要寫一本書 還沒有寫完 只能再開始 我希望 終於有一天 另外一本書 可以從天下出版 我想這樣 好 我想我們多講 在這裡 我祝福 今天出席的各位 身體健康 兩位 更幸福 更健康 謝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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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